其實我們預報完 每天要看看過去和現在的觀測數據 即是現在已經發生了什麼 分析了天氣形勢之後 我們再看超級電腦計算出來的測測 再分析去製作一個測測 再寫新聞稿 平時在新聞或收音機聽到天氣報告 就是我們預報員撰寫出來的 預報員的另一個工作就是發出警告 例如有一些暴雨警告、熱帶旋警告 都是預報員上班的時候發出的 其實在不同局的工作都是一樣的 我們出風球都是基於科學數據和公眾的安全考慮的 至於發出爆風球的因素 我們要考慮很多事情 例如香港接下來會不會受到裂風或暴風的吹襲 以及是否持續的 至於怎樣預測這件事 包括風暴移動方向是怎樣 移動速度有多快 風暴多強 以及圍繞著風暴大風的區域究竟是怎樣 以及就是在秋季比較多出現的 就是究竟風暴近來 會不會還有季後風疊加的效應 令到比預期中大風呢 那我們綜合了這麼多因素 考慮工作安全 就會考慮是否需要發出爆風球 其實呢 風球期間上班一定是比較多的工作 但是那個使命感是很大的 因為在這些那麼緊張的時候 我們做的每一個動作 其實全程都很關注 包括那個風暴消息 以及我們發出警告訊號的策略 大家都會很留意的 最後就是其實我們預報員 如果成日回到這些工作 其實是學到很多東西的 因為除了是處理風球 還有衍生到暴雨 山泥傾瀉 水浸 以及跟不同部門溝通 所以是新經百戰 如果說特別經驗 就數回去2017年 當時就有個超強颱風天甲集港 當時需要發出十號風球 十號風球生效的時候 我就剛好要上班了 那麼我們的天氣就沒有理由自己搭車 也都沒有車搭 所以天文台其實就是 為了保障我們員工的安全 就安排了一些叫做豬籠車 這些車基本上就是有些鐵絲網圍著車 當然途中已經感受到那個十號風球的威力 即是一般預報中心都比較靜的情況就很不同 然後很熱鬧的很多人 有人回來幫忙 也有很多預報員要處理不同的事務 其實一直回到晚上 那麼那個風也走得快 那麼基本上在我下班前 我就負責由十號波落到武風球 那麼落完之後 基本上台獎都和大家同事 在預報中心拍一幅相留念先的 因為很難得 所以都挺深刻的這個印象 首先早預警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這一種的氣象機構 就希望可以利用科學預測 以及一些監測數據 盡早發放預警訊息給公眾聽 根據我們早發放的預警訊息 希望大眾可以更早去做預防 那麼我們天文台其實一直都在提升一些科技 例如超級電腦 我們不斷引入新的系統 希望那個運算能力提高 就是引入一些新的技術 例如人工智能 機械學習 雲端的計算 令到預報能力 和時效是更加提高的 當然不想 因為也不想看到有傷亡 其實黃雨的確可以水浸 所以我們的警告中 已經提示了大家 其實黃雨也是會水浸 大家要小心 我們絕對沒有這些考慮 我們也是基於科學的數據為基礎 如果普遍地區吹起某一定程度的風力 我們會發出相關的風球 其實那個天氣變化 尤其是夏天都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盡量利用一些 例如特別天氣提示 或者是一些警告的服務 去告訴大家 天氣變化 所以大家多點留意 手機應用程式和網頁 天文台修的科學主任 都要理科 不好意思 地理是一個文科 所以如果大家想入行 就要讀回理科 如果大家想入行 如果大家想入行